好,我们又再次来到了Python3的学习 然后上一次呢,我们已经讲到了判断语句 if什么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然后else的时候,当if不成立的时候,我们另外又做什么 但是今天呢,我们学到更加多的层次的判断 比如说当if他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另外一个他的时候,我们做什么 第三者的时候,我们又做什么 第四者的时候,我们又做什么 这样子不同层次或者是不同判断的时候 我们将要做什么,是一种multiple choice 那我们先,还是按照上一次的规则 我们先这样 if else是最基础的 那我们在中间多加一个的话 hyphen,python中间多加一个判断语句 它就是,你将会写到 lif lif x 大于z 我们会要print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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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呢,是表示 就是,呃,呃,是表示 else,呃, else,呃, else, if 就是,它整个这一串语句 整个这一串语句是一个整体 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 那就是说,当这个语句 不成立的时候,我们print出它 然后,当这个语句成立的时候,我们print出它 当这个语句成立的时候,我们print出它 那,那,那 那,那这样就表示 ummm, x 或者是说 x大于1 x小于1 那这样我们就写 greater than 1 或者是改一下写成大于1 当x小于1 那else表示的是什么呢 它就是表示的是这两种情况都不包含的情况 那就是x等于1的时候 这就是else的情况 那我们现在输出一下结果 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之前定义的x是等于4 那么我们会被归类在x大于1的这个区间 那我们会printx大于1是吧 我们就先printx大于1 那如果我定义的x是1的话 那我们预想当中x应该是被放在这个区间了是吧 那我们先print出来一下 那我们会printx等于1 那当x小于1的时候 负1 当x等于负1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它会print什么 它会print这个区间 是吧 那我们还可以继续加载一个判断语句 当x小于负1的时候 或者是这里小于负1 这里小于1 那小于负1的时候 我们就会print出来 x小于负1 那我们如果定义成 x等于负2 那它不会满足第一个条件 但它满足第二个条件是吧 它小于负1 它同时也满足第三个条件是吧 x小于1 负2它是小于1的 它会满足其中这两种条件 那我们看看python能不能打印出我们想要的结果呢 碰 它只打印出了一个结果 x小于负1 那我们追溯到这个结果的话 x小于负1是它的判断 那也就是说在python的运行程序当中 它只会停留在第一次满足的条件 返回第一次满足条件的结果 然后只要它 因为当初我们说的是 这整个if条件语句 它是一个整体 它只要条件满足了以后 它就会忽略后面所有的语句 然后跳出这个循环 比如说跳出这个循环 我会print finish running 就是打印出我们已经结束这个程序了 你看它同样会打印出来 当它满足第一次满足条件以后 它就会忽略后面所有的条件 直接跳出整个if判断语句 然后打印出运行后面的条件 运行后面的程序 所以它才会满足了条件以后 直接跳出if 然后直接开始运行后面的语句 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 更加深层次的一个if lif and else 这三个的逻辑关系 谢谢大家的学习观看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希望你能点一个赞 或者是追踪我的视频 我们会继续推出 更加丰富精彩的Python学习教程 感谢观看